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时隔三年半,庆余年二终于来了,只可惜肖战不能回归。 自庆余年播出以来,这部古装群向历史剧不仅打破了平台和卫视的记录,而且在收视率、热度和流量等方面也一直保持着极高的水平,因此在国内影视剧市场上被誉为近年来最成功的古装佳作之一。 自2019年11月首播以来,该剧第一季已经过去了三年半的时间,而第二季的拍摄进程一直备受网友们的关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呼声再高,却始终无法避免狼来了的尴尬局面。 在庆余年一的收官之际,官方透露了第二季的拍摄计划,本以为它会利用热度的优势,在商业剧和情怀剧的短时间内推出第二季。 在2020年,腾讯联合多家平台共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影视计划发布会,宣布了庆余年二和其他电视剧的正式启动。 然而,与此同时,官方宣布的许多作品已经播出了很长时间,却仍未正式拍摄。 更令人讽刺的是,剧组还特别邀请了剧中的几位主演前来协助,共同宣传第二季。 2021年6月份腾讯再次公布2021发布会片单,不出意外的是,还包括庆余年二在内。 在此期间,该剧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会被视为即将开拍,而各类营销号也发文称即将开拍。 在同一年的11月份,腾讯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宣布该剧将迎来新的角色,除了第一季的众多角色回归外, 还有庆余年二元班人马回归的词条登上微博热搜,这一消息让许多观众感到惊喜不已。 出乎意料的是,即便是演员们也已经做好了就位的准备,第二季的拍摄计划却在一年后依旧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剧终于要正式开播了。 在2022年11月,该剧发布了全新的宣传海报,并正式宣布即将开机,同时还发布了讹长2023年片单,官方微博复文称, 力敌千军,浩然天地存正气,叱咤风云,余年有幸续传起。 在与小贩大人若云一同探索江湖庙堂的过程中,虽然尚未确定开机时间,但至少可以确认男主角张若云将会归来。 张若云在2022年下半年的个人采访中透露,他目前的职业规划是录制综艺节目明星大侦探何庆余年二, 显然他已经为这部剧预留了充足的拍摄时间,但是由于综艺节目已经结束很长时间, 电视剧也没有正式开机,据说张若云为了他舍弃了大量的剧集, 从一年前开始就已经安排档期。 在2023年5月初,制片人湖泊透露,即将开机的庆余年二引发了网友们对张若云等主创陆续前往开机地点的关注, 预计该剧将在不久的将来在襄阳唐城正式开机。 此外,剧组人士也发布了该剧的群演招募计划要求, 这一消息直接证实了该剧将于5月10日正式开机的要求。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终于不是白白浪费了情怀, 一部剧等待了四年,终于到了结束。 在庆余年一中,男女明星如张若云、李沁、郭麒麟、宋毅等, 凭借该剧的成功,几乎所有非老戏骨的演员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特别是郭麒麟,如果没有这部剧的加持, 他很可能无法在演员这个行业中持续发展。 期待着第二季的原班人马回归, 这是所谓的情怀, 此前网络上流传着极有可能只有张若云回归的传言, 甚至连陈道明也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出演, 但现在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几乎所有人都回归了。 一位网友在机场遇到了张若云和李沁两位主角, 他们最近一起共进晚餐。 此外, 还有人拍摄到了陈道明、吴刚、新直磊、李小冉、宋毅、 郭麒麟等人先后出现在机场的路透社照片, 而几位主演也已经到达了拍摄地点。 当郭麒麟前往腾讯大楼进行宣传活动时, 他的男性粉丝向他询问庆余年二合时开机, 而他则建议粉丝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观看相关新闻。 在粉丝的追问下, 他解释说他不喜欢演戏。 当他的粉丝询问他是否会参加演出时, 他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会参与其中, 并且在回答中补充了一句话, 表明他从未拒绝过自己的演出。 据媒体报道, 庆余年二的原班人马回归前景堪忧。 一方面, 由于拍摄周期过长, 加之群向剧对个人发展的注意有限, 另一方面, 随着几位主角咖位的直线提升, 重新聚在一起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尽管有人质疑其迟迟不开机的原因在于主演的剧不齐, 然而无论如何, 最终的结局却是令人满意的。 当然, 完全复制演员阵容是不可能的, 肖战的回归已经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这对于剧迷来说无疑是一大遗憾。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 肖战已被确认参演徐克导演为纪念金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翻拍的影片《射雕英雄传》, 该片目前正处于筹备阶段, 并预计最迟于今年七月开拍。 这位铁杆的武侠迷, 在他的电影中总是会出现一个小配角。 肖战和庆余年中的他, 如今已成为两位截然不同的存在。 不过, 他还是希望自己能继续演主角, 因为我喜欢小配角。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顶级明星, 他的角色定位已经不再适合担任次要角色。 在庆余年二中, 除了肖战无法再扮演颜冰云这一角色外, 几乎所有演员都回归了, 虽然有一些遗憾, 但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的处境。 期盼着新的情节展开, 同时祝愿开机过程顺畅无阻。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